喧闹的日本东京街头 一名中年男子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夫人四处闲逛 老夫人妆容夸张 双目紧闭 仿佛已经熟睡 这一幕刚好被正在执勤的女警小薰看在眼里 小薰出于警察的敏锐直觉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于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紧盯着中年男子 这时 轮椅上老夫人的一只手突然垂落下来 并毫不知觉地拖在粗糙的地面上 小薰猛然醒悟过来 中年男子推着的并不是一位熟睡的老夫人 而是一具尸体 小薰立即将中年男子控制起来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法医对老夫人的尸体检查后发现 对方只是自然病故 并非死于他杀 既然如此 中年男子为何要推着一具尸体四处闲逛呢 小薰随后向东京警事厅的领导申请彻查此案 此时的她已经在基层刑警的岗位上工作了六年 早就是一位资深的女刑警 但在男尊女卑 性别歧视严重的日本警界 小薰的处境却十分尴尬 警事厅的领导既不能像对待新人那样 对其呼来喝去 随意之使 又不愿打破男尊女卑的惯例 让其升职 为了解决掉这个麻烦的自身女警 警事厅的高层最终决定将小薰发配到国外进修 小薰深知自己在警界难有出头之日 只得同意了领导的决定 不过在离开之前 她还是想独立破获一两件大案 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所以这才主动请因调查中年男子推尸案 根据死者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和病例手册 小薰很快搞清楚 轮椅上的老夫人名叫古婆婆 并不是东京本地人 而是来自距离东京200公里的长野县 古婆婆生前患有偏瘫和阿兹海默症 生活不能自理 推着她的中年男子名叫尚念 是负责照顾古婆婆的看护师 面对小薰的盘问 尚念语出惊人 竟然抖出了另一件杀人案件 据她交代 古婆婆的女儿古子 一直对她的看护工作百般挑剔 两人之间经常发生争吵 几天前 古子又一次指责尚念的工作 并撕毁了她的看护日志 尚念在盛怒之下 用一根金属球棒砸死了古子 由于古婆婆一直对尚念礼遇有加 尚念在杀完人后 不忍心放任老人家自生自灭 这才带着对方一起逃到东京 谁知 古婆婆由于年迈体衰 经不住舟车劳顿 最后居然死在了路途中 听完尚念的供述 小薰立即让同事调阅了相关资料 发现长野县警署 确实发布过针对尚念的通缉令 涉嫌的罪名正是谋杀古婆婆的女儿古子 也就是说 小薰在误打误撞中 轻松破获了一起凶杀重案 警事厅的领导对此非常满意 为了跟长野县警署抢攻 东京警事厅第一时间召开了结案发布会 尽管案件就此告破 但按照惯例 负责办案的小薰 需要将犯罪嫌疑人移交给长野县警署 在押送途中 尚念提出想要上厕所 小薰只好带着他来到附近的一家便利店方便 没想到 尚念在上完厕所后 突然对着店员和顾客们喊冤 这一幕 很快被在场的路人派成视频 上传到网上 并引起了渲染大波 原来就在近期 媒体刚刚爆出了一起疑似误补的案件 九年前 一位名叫原杜的犯罪嫌疑人 涉嫌杀害自己的邻居 遭到东京警事厅的抓捕 最后病死在了狱中 不久之前 原杜的亲属在其遗物中 发现了一封多年前写成的遗书 并将之公布于众 原杜在遗书中大喊冤枉 声称自己根本没有杀人 是遭到了警方的误抓 原杜误补补案 因此闹得沸沸扬扬 东京警事厅之所以迫不及待地 公布尚念的杀人案 就是为了平息舆论对警方的质疑 顺便转移一下公众的注意力 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主动承认罪行的尚念 竟然当众喊冤 这无疑再次打脸了东京警事厅 更糟糕的是 尚念在抵达长野线警署后 全盘翻供 声称自己是驱打成招 不得已才承认罪行 此外 东京警事厅移交的笔录 也是漏洞百出 比如死者谷子 从未撕毁尚念的看护日志 杀死谷子的凶器也不是什么金属球棒 而是一台家用搅拌机 灰头土年的小薰为了查出真相 洗脱误补的嫌疑 只得在警事厅领导的授意下 继续留在长野线警署 参与调查谷子被杀案 但长野线警署 原本就对警事厅的抢供行为深为不满 如今案子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当地警员都向小薰投来怀疑和敌视的目光 大多数人都不愿与其一起共事 好在警署的女署长樱田女士 与资深警员关书对小薰还算客气 在关书的提议下 樱田署长将菜鸟警员阿健指派给了小薰 协助他一同查案 在阿健的配合下 小薰重新勘查了案发现场 也就是谷婆婆和谷子的住处 根据长野警方此前的调查 谷婆婆的丈夫早就离世 家中只剩下谷婆婆和谷子母女俩相依为命 谷子由于平时工作繁忙 这才聘请了看护师上念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 长野警方之所以认定上念就是杀害谷子的凶手 主要是因为上念有过持刀恐吓他人的前科 此外 作为凶器的搅拌机上留有上念的指纹 上念周一到周五都会在谷子家中照顾谷谷婆婆 搅拌机上留有他的指纹本不足为奇 也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问题在于 案发当天是周日 并不是上念的工作时间 上念却到过谷婆婆家中 显得极为可疑 勘察完现场之后 小薰又跟随阿健来到上念就职的护理公司 护理公司的经理告诉小薰 上念在做看护师之前 曾在东京从事有戏研发工作 是一名IT工程师 直到三年前才转行入职这家护理公司 由于上念平时工作认真 深得雇主们的喜爱 从未跟雇主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按照经理的这个说法 上念跟谷子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争执 似乎也就没有了杀人动机 但他为何要带着谷婆婆逃往东京 又为何承认自己杀人呢 由于神探伽利略 汤川教授不在场野 小薰只得带着满脑子疑问 自己硬着头皮跟随阿健 来到上念的住处继续调查 上念的家里全是和电脑游戏相关的书籍和磁盘 墙上还贴满了报道上念的新闻简报 从简报内容可以看出 上念以前并不是普通的IT工程师 而是一名业内公认的天才游戏研发者 顺着这条线索 小薰查到了五年前的一桩旧事 当时上念研发的一款游戏 被一名游戏评论家质疑抄袭 这件事在游戏圈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上念在一怒之下 持刀恐吓这名评论家不要乱说话 结果自己遭到警方拘留 从而留下了案底 自此之后 上念被迫推出游戏界 改行当了一名看护师 并很快受到了雇主们的一致好评 看来这个上念确实是个人才 就在小薰调查上念绅士的同时 长野县警方找到了最新的物证 那是一件被上念丢弃的卫衣 上面沾有死者骨子的血迹 这下 警方等于是掌握了上念杀人的一个铁证 面对这样的证据 上念突然提出 自己想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但是只愿意告诉 从东京来的小薰警官一人 于是 小薰被叫到了审讯室 上念则向其提供了一份全新的口供 案发当天 虽然不是上念的工作时间 但由于挂念古婆婆的身体状况 他还是特意赶到古婆婆家中探望 结果刚一进门 就见到骨子倒在血泊中 已经没了呼吸 上念赶忙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这时 有人从背后袭击了他 毫无防备的上念 一头撞上门框 立即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手里拿着一台染血的搅拌机 身上的卫衣也沾满了血迹 由于刚才的头部撞击 致使上念暂时失去了部分记忆 他当时以为真的是自己误杀了骨子 本打算直接投案自首 但转念想起古婆婆在意识清醒时 曾多次向他提起过 自己出生在东京 一直非常怀念故土 为了满足老人家重返故土的心愿 上念这才暂时打消了自首的念头 然后扔掉了染血的卫衣 带着古婆婆去到东京游玩 谁知 古婆婆的身体早就游进灯窟 最终死在了游玩的途中 就在上念推着古婆婆的尸体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的行踪被女警小薰盯上 被带回警局后 上念一时慌乱 就承认了自己杀害古子的罪行 直到刚才见到长野警方发现的血衣 他才猛然找回了丢失的记忆 想起来自己根本没有杀人 上念的这番说辞虽然离谱 但确实能够逻辑自洽 如果他的所言属实 袭击和嫁祸他的人才是真凶 小薰直觉认为 上念虽然有可能仍在撒谎 但应该不是杀害古子的凶手 毕竟两人之间无冤无仇 即便偶尔发生争执 也不至于闹到杀人的地步 小薰随后将上念的口供和自己的推测 通报给了长野警方 但长野警方既不相信上念的口供 更不认可小薰的推测 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上念就是真凶 但除了那件燃血的卫衣外 也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 证明上念杀人 就在案件调查陷入僵局之际 一名姓贺的男记者私下找到小薰 向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在古子遇害的前几天 贺记者所在的报社 收到了一封古子发来的匿名举报信 信中爆料 警局的不良警官YT误补杀人 逼死无辜记者 贺记者告诉小薰 多家媒体以及当地警署 都收到过内容雷同的举报信 但所有人都不敢伸张此事 因为举报信提到的不良警官 就是长野警署的署长英田女士 英田的名字缩写正是YT 九年前 英田还是东京警事厅的一名普通女警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杜误补案中 已经病故的主角原杜 就是被英田亲手拘捕 英田也因此受到警事厅高层嘉奖 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女警步步高升 直至当上了现在的长野县警署署长 举报信中提到的被逼死的无辜记者 正是古婆婆的丈夫 也就是古子的父亲 原杜病死在狱中之后 古父也上吊自杀 此前还在追踪报道原杜的案子 听完贺记者提供的线索 小薰捋出了案件的一个脉络 或许当年的原杜 确实不是杀害邻居的凶手 而是被立功心切的英田诬陷 这件事最后被追踪调查的古子父亲获知 英田为了自己的仕途 又将古父杀害灭口 并将现场伪装成了上吊自杀 不久前 古子在无意中得知了父亲遇害的真相 所以才四处投送举报信 想要为父申冤 结果给自己也招来了杀身之祸 小薰对自己的这个推理感到难以置信 他对英田署长的印象非常不错 而且两人有过相似的经历 都在男尊女辈的警戒拼杀多年 共同体会过女性混迹警戒的艰难 所以在感情上 小薰不愿意相信英田跟命案有关 就在他纠结下一步该如何调查的时候 英田署长突然召开了结案发布会 宣布东京警事厅并没有误补嫌疑人 上年就是杀害谷子的凶手 等到发布会结束后 小薰赶忙找到英田署长 提出以目前掌握的证据给上年定罪 实在太过牵强 没想到英田署长和蔼地表示 自己相信小薰没有对上年逼供 所以长野警署决定 以上念在东京警事厅的认罪口供 作为结案的依据 小薰瞬间明白过来 英田这是在甩锅 将来万一出了纰漏 小薰将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经此一事 小薰对英田署长的好感度大减 怀疑心陡增 但长野警署是英田的天下 小薰现在能够信任的人 就只有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 菜鸟警员阿健 以及性格友善的资深警员关书 无奈之下 他找到阿健和关书 将贺绩者提供的线索 以及自己对英田署长的怀疑 悉数告诉两人 并请求关书安排自己和嫌疑人 上念私下见一面 关书对小薰的话 感到既震惊又将信将疑 但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 随后 小薰再次见到了嫌疑人上念 在他的引导追问下 上念想起 古婆婆生前确实经常念叨 自己的丈夫是遭警察陷害致死 并且上念在古婆婆家打扫卫生时 无意中发现 很多古子父亲留下的采访笔记 但古子遇害后 警方在古婆婆家 并没有搜查到这些笔记 看来小薰的推理很可能没错 古子就是从父亲留下的采访笔记中 得知了当年原度误捕案的真相 从而招来了杀身之祸 当年晚上 小薰突然接到了另一个坏消息 向其提供线索的贺记者 在家中烧炭身亡 据说是因为挪用公款被发现 畏罪自杀 小薰当然不相信这个结论 如果他的推测成立 贺记者显然也是遭到了凶手的灭口 就在小薰决定彻查案件真相的时候 东京警示厅的领导突然打来电话 要求他立即终止调查 返回东京 原来樱田署长向警示厅高层 打了小薰的报告 临行之前 心有不甘的小薰给官叔打去电话 请求对方帮忙盯住樱田 原来小薰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他准备回到东京后 从九年前的原度误捕案 着手调查 揪出杀害古父 古子和贺记者的真凶 官叔在了解到小薰的意图后 感到事关重大 所以约起见面详谈 谁知 等到小薰赶到约会地点时 发现菜鸟警员阿健晕倒在地 就在他上前蹲下身子 想要叫醒阿健时 旁边突然闪出一个身影 准备从背后袭击小薰 警觉的小薰马上意识到了危险 即使把枪制服住来人 对方居然就是看上去 友善可亲的官叔 随后 小薰独自将官叔押回了东京警示厅 见事已至此 官叔只好坦白了一切 原来小薰的推理非常准确 九年前 英田为了立功升职 威逼原度认罪 最终致使本来就患有绝症的原度 死在了狱中 为了掩盖这起冤案 英田又指使官叔 故兄杀害了追踪案件调查的谷子父亲 并伪造了谷父上吊自杀的假象 不久前 突然出现了匿名举报信 让英田感到十分恐慌 不过 他马上就想清楚 寄信人应该就是谷子 谷父当年很可能留有采访笔记 谷子是从父亲的笔记中 得知了案件的真相 这才四处投送举报信 想要给父亲申冤 此时已经在长野县 只手遮天的英田 并没有打算杀人灭口 他只是让官叔潜入谷婆婆家中 投出采访笔记毁掉 案发当天 官叔趁着谷子外出的机会 悄悄来到谷婆婆家里行窃 谁知谷子去而复返 将其堵在了屋内 官叔一时慌张 抄袭搅拌机砸死了谷子 等他逃走之后 又发现自己的车钥匙 吊在了案发现场 于是不得不慌忙回头取钥匙 结果刚好撞上 前来看望谷婆婆 并准备报警的上念 官叔见状 从背后偷袭了对方 然后将凶器塞到了 昏迷的上念手中 意图栽赃嫁祸 而烧炭身亡的贺集者 自然也是遭到了官叔的灭口 如果不是小薰足够警觉 接下来被灭口的人 就是他和菜鸟警员阿健了 有了官叔的这番证词 幕后黑手英田署长 很快遭到警示厅的拘捕 而警方此前对上念的误补 也成了不争的事实 只得将其无罪释放 案件至此总算真相大白 但小薰的心中 仍有一个巨大的疑团 那就是 上念在这起案件中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对方推着古婆婆的尸体 在东京街头瞎溜达 难道真的只是 完成老人的心愿吗 小薰总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为了搞清楚真相 他对上念来到东京之后的行程 进行了详细调查 结果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线索 上念在到达东京之后 专门去了一家未来游戏公司 给三年后的自己 寄去了一个包裹 在看完包裹里的东西后 小薰终于想通了案件的所有真相 随后 他和阿健一起参加了 上念的新书发布会 此时的上念 已经借着误补案的热度 成了一名超级网红 不仅收获了大量粉丝 还迅速出了一本书 可谓志得意满 而他为了完成雇主的心愿 推着尸体游览东京的举动 更是感动了万千粉丝 小薰准备上前跟上念单独谈谈 结果被上念身边的一大群律师 拦出去路 律师们用文雅的语句 将小薰的父母全都问候了一遍 然后指责他当初误补上念 等同于草菅人命 见小薰被骂得狗血淋头 上念感到十分得意 他大度地轰走了律师们 将小薰带到安静的会客室 小薰随后向其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其实 给媒体和长野警署投送匿名举报信的人 根本不是谷子 而是上念 五年前 上念持刀恐吓 质疑自己抄袭的游戏评论家 从而被警方拘留 留下了案底 被迫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游戏圈 在他看来 这是警方的执法不公造成的结果 因而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无意中发现 谷子父亲留下的采访笔记后 上念突发奇想 给媒体和长野警署 投送了匿名举报信 想要以此语弄警方 随着樱田在见到举报信后 误认为寄信人是谷子 倒霉的谷子因此遭官输杀害 丢掉了姓名 巧合的是 为了平时方便观察谷婆婆的身体状况 上念在其家中安装了监控设备 他通过监控录像 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谷子被杀的一幕 也许是为了故意让警方误抓自己 上念并没有选择立即报警 而是下意识地赶到现场 在确认谷子已经死亡后 他才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结果被折返回来找钥匙的官叔打晕 手里还被塞入了凶器 请来后的上念 马上就想通了凶手的家伙目的 不过由于监控录像的存在 他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当成凶手 转念间 上念想到了另一个愚弄警方的精妙计划 那就是将计就计 利用自己的遭遇 再打造一起误补冤案 从而让警方的威信扫地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 上念先是将谷子被杀的过程 刻录成一张光盘 然后带着光盘和谷婆婆逃到东京 并将这张记录案发经过的光盘 寄给了三年后的自己 最后才推着因舟车劳顿 而自然死亡的谷婆婆尸体 在东京街头四处闲逛 上念这么做的目的 显然不是为了完成老人家的心愿 而是给自己打造一个 不愿抛弃雇主的善良人设 之后遭到警方抓捕 认罪又翻弓的过程 自然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就算警方最后没能查出真相 将其定罪也没有关系 等到三年后 记录案发过程的光盘曝光 上念依然可以从监狱里从容走出来 如此一来 警方再次背负了误补好人的恶名 而上念将会获得更多人的同情和关注 并利用这些同情和关注 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就是这起复杂案件的全部真相 在讲述完自己的推理过后 小薰当面指责上念也是杀人凶手 今晚他没有自己动手 但却是引发这一连串命案的罪魁祸首 面对小薰的这番推理和指责 上念脸上的得意之色一扫而空 如果这些真相被粉丝们知道 他的前途将毁于一旦 想到这里 上念强装镇定 完全否定了小薰的推理和指责 然后准备匆匆离开现场 这时 小薰突然叫住他 声称自己玩过他以前研发的游戏 还业余上念的游戏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连抄袭别人都没能抄袭好 小薰的话果然击中了上念的痛处 被激怒的上念智商立即威灵 冲上去开始殴打小薰 这一幕 全部被上念的律师团看在眼里 原来 阿剑早就将律师们带进了监控室 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大家看着上念的施暴行为 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等他们反应过来 赶到会客室时 可怜的小薰 已经被上念打得浑身是伤 随后 上念以袭警罪遭到警方拘捕 而小薰则独自来到洗手间 望着镜子前 满脸是伤的自己 忍不住放声痛哭 这段日子里 他被轻视 被排挤 被诬陷 被愚弄 直至现在被辱骂殴打 好在他最终拼尽全力 侦破了自己警察生涯中的最后一案 这一次 他没有依靠汤川 而是仅凭一己之力 将罪犯神之以法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高分推理剧 神探伽利略的特别篇 内海薰最后的案件 愚弄 不同于这个系列里的其他单元 这个特别篇的案件 并不是改编自 东野贵吾的小说 而是编导们完全原创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女警小薰不再是充当 汤川背景版的菜鸟警员 而是完成了个人的成长和蜕变 为自己赢得了体面的告别 尽管在一个男尊女卑的 整体大环境下 她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什么 但却足可以告慰自己 很多时候 能够问心无愧 就已足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轩疑推理和犯罪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